即过去凤梨世家前一阵子的石斑鱼之后又来了 但政府对于相关中国这样子的违缓国际贸易的做法 依管道申诉外 怎么样子来让他们减少受害 所以会为渔民们的外销通路 打开更多的市场就如石斑鱼 中国又无预警进我国水产品 五载鱼 秋刀鱼等出口 那业者担忧价格崩跌 那请问政府单位有没有什么做法协助 中国违反WTO的相关贸易规判 及世界贸易的通力 特别单独的对环境过中国的相关食品 都要进行申报登记等等 尤其对台湾特别严苛 现在又无预警连连细的突然 又对我相关水产品禁止 这是继过去凤梨世家前一阵子的石斑鱼之后 又来了 但政府对于相关中国这样子的违反国际贸易的作法 依管道申诉外 我们对于相关受害的业者 包括养殖捕捞等等的水产业者等 我们都以相关怎么样子来让他们减少受害 所以会为渔民们的外销通路打开更多的市场 就如石斑鱼 我们甚至还比预期的高 包括像凤梨等 后来价格也都有维持 另外我们也对于相关应该有的国内销售和相关如何保存等 或者做其他加工等 都会以过往我们的作法会再更精进 不让相关业者受到损害